接下来要介绍的标点符号是 破折号 破折号我们英文就叫 DASH DASH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 补充说明前面的名词 或者是句子 第二个 破折号是用来表示 说话者或者是 作者的看法 我们先从第一个 做补充说明的 We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ocean make the best use of 是做最佳的利用 我们 对于海洋 要做最佳的利用 好了 为什么要 对海洋做 最妥善的利用 补充说明 一个DASH 补充说明海洋 名词 海洋是一个 a rich source of food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食物 来源 海洋 只是 很多营养素都溶解在海水中 这是 这是 第一题 补充说明前面的名词 或者是句子 第二个 说话者 的看法 Basketball is one sport 篮球 篮球是一种运动 好 后面 原本句子在这边 whose exact origin 这个whose就是指 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的 确定的 exact是明确的一个 origin是起源 可以 这个 be steady的 可以被 叙述出来 safely是 可以 安安全全的被叙述出来 就是不会有误差 很明确的 就可以被 讲出来 这个是有根据的 不是乱掰的 英文就可以用safely 那中间 这个 DASH 前后用DASH 插入中间 这个就是 作者的看法 他说 Perhaps the only sport 也许 是唯一的运动 这是 作者额外 插入中间的一个表达 可能 就是唯一的运动 什么运动 它的起源 很明确的 可以被 这个 叙述出来 好了 第二个 句点 句点 当然就最容易了 表示完整句子的结束 记住 要完整句子 内容如果不清楚 你不能结束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引用文句的时候 句子结束 那句 句点就一定要在引号之内 现在我们来看完整句子的结束 第一个 It's important for student 这个it就是虚的主词 for就是对什么人而言 to use 这个就是不定词 当真正的主词 我们翻译的时候 是从这里先翻 对学生而言 use English punctuation correctly puntuation 就是标点符号 使用英文的标点符号 怎样使用 正确使用英文的标点符号 再来翻前面 it's important 是很重要的 诶 这个句子内容结束了 所以到最后 就用句点 第二个例子 I agree with the saying 我同意这个说法 这个saying可以当格言 或者是当说法 Nothing great was ever achieved Nothing great是 没有一件伟大的事情 was ever achieved 可以被这个达成 Without 如果没有enthusiasm 如果没有热忱 没有热心 伟大的事 是无法达成的 所以我们就翻 若无热心 大事不成 一定要坚持下去 那这个内容已经结束了 所以它的句点要在 引号的里面 要先写句点 再用引号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同学稍微留意一下 好 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是疑问句 要问号 惊叹号 用在感叹的句子 疑问句 应该很容易就区别了 前面会有一个疑问词 wh的 或者是 用how 用how how often how much how long how far 等等 我们看例子 how often do you take a trip how often是表示次数 你多久 你多久旅行一次 你问多久 后面就要回答多久 所以问号 要先问号 再用引号 B就回答了 twice a year 一年两次 所以句子结束 这个有省略掉了 这里省略是说 I take a trip 省略掉了 twice a year 然后句子结束 然后用句点 所以不要误会说 老师你这个没有句子 又句点 不对 它是省略掉了 I took a trip 省略掉 因为前面已经有了 所以呢 为了精简 起见 就会省略掉 第二个 疑问句 have you ever been to 是问说 你有没有曾经去过什么地方 have you ever been to Australia 有没有去过澳洲 澳大利亚 好了 疑问句 先问号 再用引号 b回答 no never no 结束 never 结束 就有句点 像这种 never 就句点了 其实都是省略掉了 省略什么 I have never就等于 I have never been to Australia 的意思 但是前面内容都写过了 所以后面就不要再写了 通通省略 留下一个never 再看 静叹号 静叹号通常感叹句呢 都是由how跟what来带动的 我们看这个例子 how important a natural resources some light is 阳光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天然之源 所以这个写法是先写how 那个冠词写到后面 感叹句写完了 用惊叹号 这就是惊叹号 它可以改写成what an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 some light is 阳光是多么重要的天然之源 resource是资源 如果用what 要先写what an 如果写how what跟贯词要分开 写what what跟贯词要紧接在一起 这就是感叹句要留意的地方 好了 后面介绍的这些标点符号 都不会很难 也是很常用的